今天下午 之鋒 凱迪還有勒斯特來拜訪民養中央黨部 剛剛進行一個小時的會談 那我們首先先請蘆文嘉秘書長來做一個引言 請秘書長 好 各位媒體朋友 在今天下午中 我們特別由黨主席卓榮泰還有我 還有這個非凡還有幾位幹部 一起在我們的辦公室 然後跟香港來的三位朋友 瓜 黃之鋒 朱凱迪 以及陳豪威三位朋友 那這一次主要當然是對於 目前在香港發生的一連串 公民爭取自由人權的行動 特別來做意見的交換 主席主席特別強調的是 自由 民主跟人權 就像陽光 空氣 水一樣 是普世價值 也是人民的基本需求 那第一個是 我們都認知到 香港問題其實是一個國際問題 也同時是人權問題 那我們相信包括 台灣在內的國際社會 都已經高度理解 一國兩制的崩檢 是一個極大的政治危機 經過這一次談話 也讓我們更清楚 香港第一線的樣貌 那有關於緊急法的啟用 這將如同戒嚴 那我們嚴正關切 香港政府 關於緊急法的動用 到訪的香港朋友 也相當關注 中國近期對台灣大選的干預措施 包括阻斷自由行 減少觀光客 等打壓的措施 我們共同呼籲 國際社會 一起支持台灣 跟香港在民主 人權法治上面的發展 那也共同呼籲 中國停止擴大 對台灣跟香港的持續打壓 那我們也支持 政府針對港澳條例 等相關法治措施 進行強化 那以利在未來緊急狀況的需要 來協助香港人民 今天香港眾志 我們面對我們的主席 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被抓起來 然後被帶到發庭 我們香港眾志的副主席 昨天晚上也在街上被打 其實現在香港 面對這個緊急帳放 還有這個百事恐怖 已經非常常見 我們在香港會面對怎樣的風險 但我覺得台灣朋友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特別是我記得在6月16號的時候 哪個時候我還在坐牢 當我坐牢的時候 我看新聞 看到不只是同一天 有200萬人出來參與遊行 在香港去要求民主選舉 在台灣 在台北 也有超過1萬個台灣人出來 去支持我們 我自己在坐牢的時候 看到台灣的朋友 為了香港出來集會 超過1萬人出來的兩個畫面 在電腦裡面的電視看到 真的非常感動 所以希望大家香港台灣繼續努力 是非常感動的 我們在派遙 香港 這邊 要請問我們 跟他在訪? 我們要請問我們 感谢观看